小朋友坐上校車走出教室 即將要前往的上課地點很特別 人民保姆化身為一日導師 美國核桃教育園區東令營 帶學生來到警局了解警察工作 讓孩子們知道 警察其實一年是非常的辛苦的 在他們歡慶之宇 其實是有一群人 是默默地在崗位上在做付出的 同樣鏡中職守的 還有警察身邊的小幫手 他以現身馬上成為全場焦點 小朋友親眼看到狼犬 這個金犬是如此的聰明 他們不管是躲在什麼地方 只要那個狗聞到小朋友身上的味道 他可以馬上地 迅速地找出那個小朋友 究竟躲在哪裡 回到教室 學生靜下心來體驗人文 茶花道與美勞客發揮創意 在圓圓典禮上展示學習成果 幾天課程 身心靈收穫滿滿 是給父母最棒的禮物 大愛新聞 知善美志工 美國報導 展示學習成果 你剛好 形容 也